在意大利的这段时间里 我喝咖啡的方式是这样的 我作为Espresso的发源地 来到这里之后 我也入乡随俗 平时以喝美式咖啡为主的我 也改成了喝Espresso 这次意大利之行的主题是 喝咖啡 看世界 带着我们的咖啡和大家一起 看看世界 此次行程带着我们的 穆妈妈咖啡行走了三个城市 米兰 黎米尼 罗马 感受到了不同地方的咖啡文化的同时 我也让这些国际友人们认识 一个来自中国上海的咖啡烘焙品牌 和我们的咖啡文化 那今天这期视频 我会带着大家来看一看 米兰之行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早餐店 你看都是老爷爷老太子 他们在来边吃老餐 那在意大利吃一顿早餐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点了一个Espresso 就是他们叫Cafe对吧 是1.2 然后又点了一个 这个可颂 1.8 那就是说 那一共是3块钱 那这就是基本上 在意大利吃一顿早餐的话 就是3欧 那3欧的话 大概就是23块钱左右 我觉得跟上海的消费是差不多的 价格的高低非常像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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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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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一下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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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桂 这个我见于大利 很多咖啡店 烘焙店里边都有这个 可颂里边 面包里边加了一点这种黄色的 有点像是打发了的奶油的感觉 但是它比奶油吃起来更清新 很好吃 这个我也不知道要什么东西 它没有奶油腻 吃起来像奶油的质感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他们社区的这些咖啡店 就在上午11点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忙 我又点了一个这个Cafe Creme 价格是一样的也是1块2 我看到他们做咖啡真的是没有那么讲究 这杯咖啡 它Espresso其实已经脆完了 就已经端到台面上 然后呢 他听到我要拦过了之后 他就又把这个杯子拿回去 拿到的咖啡机的冲煮头的那个地方 又按一下萃取 把之前萃的这一份然后继续往下接 然后接的更多一点 虽然说你看 这个如果要是在国内的咖啡店的话 可能咖啡师就会再重新再做一杯 但是在他这边 他就是把之前的做的这杯 又多脆了一点 留到这个杯子没人给到我 很不严的方式 是不是 喝喝看 可以啊 没毛病啊 很顺滑 喝起来很丝滑 然后很平衡 带点甜甜的酸酸的感觉 第一天坐公交车 就遇到了热心的一对母女 看到我上公交车后刷不了卡 主动的帮我刷了卡 最后特意说了声感谢 所以多少钱呢 我只花了两个月 两个月 没有 两个月 好 谢谢你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谢谢 从地下钻出来 立马就见到了这个大教堂 感觉很震撼 出到米兰感受到这座城市 慢中有快 大教堂前的熙熙攘攘 小公园里的安安静静 在我压马路的时候 偶遇了这么一家当地的小公园 小咖啡店 走到门前 看到络绎不绝的人进出的时候 我也毫不犹豫地 就走进了这家小店 遇到了一家 蛮小小的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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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喝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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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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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cappuccino 这个cappuccino我点了一个单份的 所以说看起来有点淡对吧 哇喝起来有点像拿铁 因为点的是单份的 你看在上面的那个奶泡 是比较多的这种 是吧 你们有没有发现来这边喝咖啡的都是 上了年纪的这些人 他们会站在这个外边 一小杯咖啡喝完就走了 哇它这杯浓缩竟然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哇香 走了小小的店蛮舒服的拜拜 拜拜 拜拜 这个非常社区的店一定要过来逛一逛了 它不是在非常市中心的地方 我就是压马路 压着压着就看到这个店了 然后我最开始来的时候 人还不是特别多 就那么三五个人在里面 坐了一会儿就陆陆续续 陆陆续续来了好多人 因为是周末嘛 可能周末的时候 就是在11点到12点之间人很多 哇它这种社区的感觉真的好棒啊 小小的店 然后咖啡师也很nice 喝了它的这个咖啡了之后 就觉得哇米兰的咖啡店 很多还都是有酸的咖啡的 烘焙度呢可能就是中深一点 但是它还是有酸味在 跟我们的牛了个牛的拼配喝起来 味道特别像 真的特别像 只不过是我们牛了个牛的那个拼配呢 它的酸度会更加有层次感 它的这个酸度呢喝起来 有一点是这种平平的这种酸味 我现在呢在去一个朋友推荐的咖啡店 他说这个咖啡店他非常非常的喜欢 一定要建议我过来 所以说我就来了 哇好像是在排队 这个店的第一感觉 就让我觉得它像是一个开在澳洲的店 不太像是在意大利开的店 点了一个这个 但是要等座位 它用的这个外带杯啊 包括唐石杯啊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澳洲 一下子让我想到了之前去墨尔本的时候 这边好多人 我想是遛稿 我们这是在意大利喝到的第一杯美食啊 之前都是浓缩 人在意大利喝到美食 还真的是有点不太容易的 好酸啊 像在这边的话 基本上点浓缩的就少了 基本上都是点 Cino呀 拿铁呀 还有就是美食的 妥妥的在意大利喝到了这种 澳洲风的咖啡 喝到了这杯非常酸的浓缩 奇特的体验在意大利 对不对 我昨天买了个24小时的 24小时我只做了一次 所以说我今天学聪明了 我今天就只买单次的 我今天就只买单次的 创作画的时候满满的围了一圈的人 然后呢 他创作完成了之后 一圈人开始鼓掌 我觉得有点这种街头艺术家的一种感觉了 米兰的这条街我觉得真的 它就像是换了一个地方的南京西路一样 看到了这个水龙头他们直接喝 让我一下子有了一个职业的反应吧 我都想拿一个TDS的笔来测一下这个TDS了 用户做点反应吗 ork 炸过来 你这样擔他的来自我 抓了把 blow 我一起吃 炸和火 刚才我们接好了 又有些容易 都会哒 那一起洗K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棒,好棒 谢谢 教堂这边的人还是很多的 点了一个浓缩 等一下喽 我来到这里,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 哈哈哈 我给这个 哇哦,够转的 很快啊,然后就结束了 谢谢 跳跳跳 这边就是喝杯咖啡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small talk的感觉 你只要站在吧台 一定也有人站在吧台喝咖啡 他在看到你拍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聊天 那个大哥 他一直在教我 他的名字怎么读的 我一直学不会 因为太绕了 舌头要弹的 他一直在说 就是那个舌头我一直弹不了 很好 然后他还一直很有耐心的在教我 差点绷不住了 你知道吧 咖啡店里边就能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 看起来很不错 你喜欢的巧克力和鲜奶吗 哎呀,我很好 谢谢 蒙酥喝不动了 就点了一个拿铁 哇,它这披萨好吃 真的很好吃 这有胆了 你真的不喝 然后走也走不动了 喝也喝不动了 就只能躺在这个地方歇一歇吧 好累啊 又撑又累 你们懂这种感觉吗 因为吃了很多东西 喝了很多咖啡 走了很多路 也走不动了 也喝不动了 躺着休息一下 那边好像是有一个音乐节 有DJ啊 还有一些展台展位 好像是一个电子展吧 我看有一些 有人在玩游戏啊 还有一些 小电子设备啊什么的 有一些摊位在那边 城堡广场一样的 人还蛮多的 让我歇个大概 20分钟吧 歇完之后就撤 下期节目我会带大家认识一位 在米兰开咖啡店的温州小伙 看看华人在米兰是如何经营咖啡店的 在米兰开店和在国内有什么不一样 咖啡每天能卖多少杯 如何实现盈利等等 大家期待一下 最后预告一下我们木妈猫咖啡双十一的活动 今年有非常顶的新品 龟夏蓝山全家服套装 限时特价 一次性喝到顶级的BOP第一名的龟夏 以及真正的蓝山咖啡 另外 艺式咖啡 颠山牛子的特价 和专属的设计师插画杯垫 等等等等 大家上淘宝搜索 木妈猫咖啡 趁双十一期间赶快参与活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